所以两个人一个是大板斧 一个是飘逸的长剑 又一个越投越远 也越投越准 最对的那个大板斧 比赛开始 腾讯视频腾讯体育 各位腾讯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 2018-19赛季的CBA常规赛第40轮 CBA常规赛季是得到24分以上 并且有14个篮板好球 还是交一份尊 下击来了 他之前打的比较顺 所以说现在防守上终加了一些变化 这一下是轮转的时候移动还是慢了 周一翔防得蛮聪明的 中方其实对对方的进攻限制的还是不错的 好球 克里坚展现了自己扎实的三分能力 吸引了尼克尔森的这种防守的注意力 所以也没有办法扑上去 亚当斯将球打中 大王 火焰一个好球 就是两边的封线啊 落位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看到大王在杀回来的时候呢 已经是一马拼穿了 其实这个球呢 斯科斯在上线是可以做一些延误的 他在这种场上到新疆队之后带来的进步 是非常显著的 高难度啊 这个陈林杰高难度的一个中距离投进 杰克四投零中 赵泰龙三投零中 陈林杰再来一个 好球 他不会一直进 他肯定也不会一直都不进 所以打开这个三分球 由手感的福建队进攻上会得到 8比0的小高潮 陈林杰 三分球 哇 手感来了 应该说阿卜杜昌木已经是封到了脸上 但是 陈林杰 孟哲林在掩护 陈昌东和阿卜杜昌木这个球呢 挡拆大王往下顺的是 但是防的时候不够明确 到底谁来补 漂亮 一个绕切反跑 直接是杀到篮下 陈林杰脚步飘逸 注意看 投进了45度角的这个三分球 随后黄一超 也是投出了感觉 前场篮板黄一超 真拼啊 陈林杰 这是他的投篮位置 要进了 亚当斯就在他面前啊 都没有去起跳干扰 而是象征性的伸手扑进了一下 哎 很可惜啊 你说差一点 陈林杰 双方各打一个反击 但是一个打成一个没打成 里根的三分球 推人 九分多钟的时间啊 要追 防守扣得很大 三分球 陈林杰 好球 关键时刻 三军王出手 这个球很关键啊 所以两个人 一个是大板斧 一个是飘逸的长剑 又一个 越投越远 也越投越准 陈林杰 虽然不动声色 在陈林杰的内心 延续了球队进攻的机会 又一个 投手 和王者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 很多人是三分投手 但是陈林杰是三分王 十二投八中 在球队 最窒息的时候 被全场挺逼 被全场挺逼 压迫的无法得分的时候 是陈林杰的三分球 挽救了球队 阻挡犯规 没有给替 这是钻了一下 并不是恶意的 因为马卡 可能麦克马卡也是在向陈林杰在解释 就是阿布朗沙拉木这个球呢 他是在 打开 这钻人 他在这种方式 第一次打授 第四次打授 送给全场获得 三十五回合 陈林杰 第二次打授 锋为我的全力 取得了球队的联赏 福建队夺得了胜利 同时也希望新疆队 能够快速地 完成他们的化学反应 接下来取得好的成绩 感谢收看本场比赛的直播 欢迎大家关注 接下来全明星周末 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 独家呈现 我是解说员盛云飞 我们下次直播再见